没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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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沙市不是特别大而且公交系统非常完善 主要有以这个科学文化工河驻火车站为中心的经济区 以华沙大学为中心的校园区 还有以重建的老城为中心的历史区 河德对岸有新建的体育场 可以搭乘火车或者公交车从主火车站这里 直接到达里斯区不远的机场 我就住在火车站对面的万豪 主要也是为了计分和他的免费早餐 去老城区直接搭乘有轨电车或者公交车都可以 需要注意的是 周一大部分博物馆都关门还是要提前安排行程 老城区的主要景点有安宜教堂和有个在屋顶的观景台 可以看到老城区的全景 皇家城堡博物馆还是需要早点去买票 而且不要带太多的行李 皇室故去一周不是每天都开放 需要提前上网查一下 老城区中兴广场变成的华沙历史博物馆也非常值得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华沙或者波兰整个国家的演化过程 老城区的另外一边有著名的居里夫人的纪念馆 可惜我去的是周一它没有开放 新城区这一块就是华沙大学校区 甚至十字博物馆里面埋葬了肖邦的心脏 说是埋葬其实是用水盘放在了墙住这里 这种方式作为亚总人来说很难接受 还有波兰国家博物馆和肖邦纪念馆 这两个离得比较近 我时间不是太多 所以去理一下肖邦纪念博物馆 肖邦纪念馆的地下一层有肖邦的钢琴曲演奏 但是需要提前预约懂音乐的同学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新城这块灯高的好去处就是刚开始看到的那个 前苏联时期建造的科学文化宫 楼下的四角以及被用作其他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文化宫的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购物中心 上面有电影院之类的东西 车票的话可以在飞机场直接买一张72小时的交通通票 一票搞定四区内的火车地铁公交和油轨电车 但是需要注意一下买的票的作用区间 总体来说在华沙的这两天感觉蛮不错的 没有来之前还有点担心中欧这边会比较乱 每一个小时期的会议目准备 是第二天相当的 写真正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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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